對,沒有錯,我是很小馬 因為最近疫情比較嚴重 所以我等話還是帶口罩跟大家說 我今天來的地方是 情況是這樣的 因為在評論裡面有個人想讓我說 紹興車水牌 然後呢我今天就過來 拍了一些航拍 到處找了一些車水牌 然後這個村其實在2017年 16年的時候已經拆掉了 然後呢他們讓我來講一下 那我今天就過來講一下 紹興車水牌 終將成為歷史的老漁村 車水牌古代測量水位之地 車水牌制作者王基村高基工 2013年出版的車水牌制 在車水牌在越王勾建時期 稱為烏山里南宋紹興年間 烏山里改為車水牌 清朝秦隆年間改為車水鄉 清宣統治年代改為惠龍 今天關於車水牌的稱謂 當地人一會兒稱為車水牌 或兒叫惠龍 地名之繁雜 令外人一時渾濁不清 早在春秋時期 車水牌 時稱烏山里 前民已在湖灣江深溪 代代繁殖 承載著漁業 造船業 上運輸業等 發展史的車水牌 一直稱為小上海 原住民一跌二萬 外來人口兩萬 人口茂密 經濟繁華 2500年過去了 隨著城市的足跡 踏到家門口 工業的喧囂 車水牌已經蒼朗不堪 終將成為歷史的記憶 站在車水牌村口 台延就是紹興的客運中心 繁華無比 抵蕩新城現代繁華 以及川流不息的人來人往 它已經成為都市裏的鄉村 車水牌 地理位置優越 南側與抵蕩街道相顛 往西通過鳳林路可快速到達 近湖核心區 往北接壤袍間 周邊有中興大道 越東路高架 鳳林路和澳環北路高架等 主幹道 道路通過即家 如今 武漢成建集團 與融創中國兩大品牌 近湖雙子星項目之後 又一個合作項目 在千年車水牌之上 為改變紹興湖居生活而來 約1.3千米城市圈 同時被定為水域製成的車水板塊 自帶約600方商業綜合艇 約600米瓶水商業街 紹興市復保院 紹興洪橋國際學校等豐富志願 有時候我會認為這是對農民 農村的浩劫 傳統的鄉土中國 因此土崩瓦解 有人也認為這是一個實在的機遇 農業農村現在化的新資源 將從此開啟 無論是哪種答案 中國農村都不在原來的模樣 它已經找到了 一個決定 未來的命運實際路會 它已經成為中式的鄉村 回望村長 藤库年篇 不然不堪 因此拆遷成為了車水板最好的宿命 只是當車水板拆遷後 漁村終將消失 漁民將何去何從 這似乎是個位置所 但卻是一個必然 有個人看法 這是村用的拆遷 有人選擇了商品 有人選擇安置法 不像早期紹興拆遷 都是村落就地安置 車水板的歷史古村落 與2016年陸續拆遷 曾在這裡生長的樸樹村民 分居各處住宅小區 高樓套房 享受到城裡的人生的樂趣 但卻這個地方 而改變了另外一個場景 也是中國拆遷的一個縮影 之後我也會講一些村落和文化 假如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關注點贊收藏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拜拜